每週一股幻節奉星期三請來嘉賓的月財政圈研究部副總監陳磊聰 Jason 你好 我和你馬上回顧早幾個星期推介國家股份 當時是3月8日推介華財的6886 我看到兩個星期以來股份要跌超過1% 跌了1.8元 跑輸了就大市了 大市這幾個星期就升了近3% 不過看之前的部署15.7元去買入的話 今天的中五收市價都是做15.5元 如果是否仍然差很遠的話 是否繼續持有都可以呢 暫時看到華財政圈最近這兩個星期來講 表現就一般 又不是跟得到市政很多 但你去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再向下的空間也不是太大 暫時你如果真的買了 拿著它的問題也不是太大 希望它接下來都跟著A股市場做好一點的時候 就升上去 所以之前定的策略暫時都可以維持 好明白了 全新一個星期 究竟又會怎樣去看回新的股份 近期來講 市在高位上整股 會不會難減股一點點 近期的市況來講 就相對可能陷入一個整股的階段 但是個別股份 特別就是派了業績是對版的 而且都有行出報告 繼續唱好那些股份 其實都還是繼續破頂的 講其中一隻 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這一隻 就是騰訊 出完業績之後 都看到估計繼續向上衝 今天都是繼續破買 那個是歷史的高位 好啊 8700騰訊大家都非常熟悉 不過我們都要看回全年業績 究竟表現是如何的 版面上見到頭三項 就是營業額、毛利和股東應佔日利 都有個升勢 營業額升了近四成八 毛利升了百分之三十八 至於股東應佔日利升近四成三 雖然這些大數上有個不錯 亦都是比較良例的升幅 但是見到毛利率 經營利潤率和順利率 都有個輕微下跌的跡象 毛利率跌3.9個百分點 而經營利潤率就跌了2.6個百分點 順利率跌1個百分點 究竟有什麼啟示在這裏呢 是不是都說 譬如去年某些東西的成本 或者投入是加大了 所以賺錢的能力稍稍降弱了呢 是的 見到公司在去年來講 在一些市場推廣開支上面 又或者在一些收購代理權方面的費用 都提高了 而且始終現在有很多遊戲都是別人開發 然後他就做一個分銷 所以變成去買這些內容回來 或者去買這些代理權方面 用的成本都絕對是有個上升 再加上他現在要發展一些比較新的業務 例如微信支付等等 都是要投入相當多的人手 或者做相當多的一些推廣 所以變成成本上的增幅 都相對來說是比較大的 由於成本的增加 令到利益率的下跌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因為始終這一類的科網股 或者科技股 通常頭頭發展一個新業務的初期 那個資本開支 或者成本方面的增加 都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你說這些成本投入了之後 接下來能不能夠可以換取成一個收入 未來這幾年可以步向一個收成期 我相信機會都是大的 好 明白了 看完全年業績之後 看看裡面的一些分佈表現 應該大家都會相當熟悉 當中有一些線上遊戲 社交網絡、網絡廣告 和其他等等的分佈 佔比最多就是線上遊戲 佔比有成是四成二 但是收入上面 其實你看到 雖然有成185億元人民幣 但是那個升幅 就是當中最小 對 升了一成六 至於社交網絡 佔比排第二 升幅都有成 收入升幅有成五成一 網絡廣告就是升到四成半 而其他這個項目 雖然佔比最小 佔近一成半 但是那個升幅非常之誇張 有2.89倍那麼多 其實有什麼啟示 會不會說 接下來可能線上遊戲 都不會說有太大的幫助 都主要看回 就是其餘的三項 可以帶動收入增長 是的 因為始終在說 在內地方面的線上遊戲 特別就是online game 那部分 其實都開始進入一個飽和的地步 就算你說騰訊在之前幾年 買了一隻LOL 就是一隻全球都很受歡迎的online game 來講 都已經是開始進入一個飽和的周期 就是你看回LOL 最近這一年 那個玩家人數 或者所投入的費用方面 都開始有一個下降 所以變相你說 當它最主要那個 是網上遊戲 是開始放緩的 單靠那個手機遊戲 是不是說 完全可以即時彌補到呢 這個是有些保留的 所以你看回線上遊戲那部分 雖然收入都還有一個增長 但是增幅就很明顯 比起過去幾年 是有個幾顯著的放緩 至於你說 社交網絡 或者網絡廣告 這兩部分 仍然都保持到一個 四至五成的升幅 都算是一個對版的表現 特別說網絡廣告 其實都只不過是 開始了三年多的時間 到現在都有八十幾億一季 如果你說 全年來講 都有二百幾三百億的話 都算是一個 相當之不錯的部分 至於所謂其他業務 其實現在集團是主力去搞的 可以分為大概是微信之父 雲服務 還有說 接下來會不會搞一些 是人工智能等等 這一部分都屬於一些 叫做新興的產業 還有公司都在最近一兩年 才投入更加多的資源 下去發展 所以暫時看這個基數 就相對比較細一些 同時間也都看到 在那個增長動力上面 都會是這麼多個業務裡面 最厲害的一環來的 好 明白了 我們看完分佈表現之後 其實都可以看完它的營運數據 在版面上面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營運數據 來自QQ 微信 有很多的收費服務 我看到QQ上面來說 那個增長也不是很多 低單位數的增長 可能都現在少了人用 現在主要最多人適用 或者是多人用 就在講個 活躍賬戶 去到8.89億人 同比辯幅升了近3.8億 都非常誇張 你看到可能中國內地的人口 只有十多億人 都已經是超過了半數的人 是擁有WeChat的用戶 另外收費增值服務註冊帳戶 都有升到1.7億 那麼多到1.1億 接下來看回WeChat 增長是否可以繼續保持得到 那麼增幅來說 貨門都是在想難免的 畢竟你說內地十三億多的人口 現在又接近九億在用微信 你說要在一個這麼高的基數下 再有一個很強的增幅 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數字 但是反而我們要看 究竟在這一部份的人數裡面 有多少的用戶 接下來會給錢去用服務呢 因為始終微信旗下 都有相當多一些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功能 有部份是需要收費的 所以我們看最後的環 就是收費增值服務註冊帳戶 這部份 如果你說人們用WeChat 又肯付錢買去其中一些服務 變相就會能夠納入在這個範疇裡面 所以即使你說 在WeChat或者微信的用戶上面 未必說會再有一個很大的增長也好 我們要看焦點 會不會有更多的人 願意付錢去用他們的服務 好啊 看看究竟是用戶多之餘 他們肯肯付錢 我們接下來要看看利好因素 第一點 是手油業務收入增長強勁 我們看看手油業務的季度收入和同比增長 究竟如何 紅色的線是按年收入的增長 另外藍色線是手油的收入 其實看到由2015年第一季開始上去 都看到是一直在增長收入 而且手油業務的收入 去年退到384億元人民幣 較2015年都急增了八成這麼多 不過季度上來說 就在紅色線上看到有少少的增長放緩 會不會有些擔心 放緩的原因就不是因為遊戲 出道來是很不受歡迎 或者小人玩了 只不過都是因為那個基數問題 因為在2015年至2016年的上半年 當時那個紅色線 為什麼都可以去到這麼高 按年增幅都有六成至八成 主要都是因為本身手機遊戲這個範疇 其實就真的不算很長的 都是由2014年的年中開始 才是慢慢普及 還有內地現在用一些智能手機的人數 都越來越多 畢竟那個基數都相對屬於一個高的水平 你說一個這麼高的基數底下 就算你說在公司繼續出一些新遊戲 繼續受歡迎也好 在增長上面放慢都是在所難免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就說見到公司上面在去年 都見到有部分的手遊是相當之出名 還有是見到那個活躍玩家人數都相當多 所以我都相信 就說那個貨幻的幅度 未必說會真的那麼大 你說去年單季裏面都做了 整個百億的一個手機遊戲的收入 理論上如果比較傳統的網頁遊戲 或者電腦遊戲 其實那個手遊的收入的比例 都開始超越傳統的網遊 我都相信這個趨勢 未來的時間都會繼續下去 好 既然手遊業務的增長這麼強勁 我們都仔細看看 裡面的遊戲 大家又熟不熟悉了 看看2月份 全國十大手機遊戲 首先看看左手邊的圖表 以遊玩時間去計 圖表上面1至10的排名 紫色的有5隻遊戲 都榜上有名 是來自騰訊 而右手邊圖表 以總收入去計 都有成4隻 就是來自騰訊 當中有一隻叫王者榮耀 排行第一季 收入是最高的 這隻遊戲 又是什麼遊戲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解一下 以及說收入計的話 騰訊都非常厲害 是吧 王者榮耀 你看回去年 每日活躍的玩家人數 是有五千萬 即是內地每日都大約有五千萬的人 都會開這隻遊戲 會去做一個網上對戰 為什麼你說這隻遊戲 會這麼受歡迎呢 其實剛剛都提過 因為在全球來說 現在那個趨勢 都是輕玩一些網上對戰 特別是戰略的元素 或者一些叫合作團隊的元素 這類的遊戲會相對來說 是較受歡迎的 通常你說以往來說 如果你說做一些 五打五、四打四 這一類的團體作戰遊戲 只不過會在一些網頁遊戲 或者電腦遊戲上面出現的 手機遊戲相對來說 就做不到 或者這麼複雜的 是這一種類別 但是最近這一兩年 都見到 陸陸續續有這一類的遊戲推出 當中王者榮耀就是去年最受歡迎 一隻叫做MOBA的遊戲 就是說在多個玩家 就可以在同一個平台網上對戰 這一隻遊戲也是類似 在網頁遊戲的LOL方面的玩法 這一類的遊戲的優點在哪裡 一來就說玩家方面的數目一定會多 二來就說他們玩的時間一定要長 因為通常他們要約賣做對戰 通常都是要做一些操練 或者大家都要做很多的一些短練 才有機會贏到 所以就令到玩家的人數除了多之外 他們投入玩的時間都會相當之長 還有遊戲裡面都有很多一些道具 或者角色不同的功能 是需要額外付費去買 如果你說玩家對於這隻遊戲來說 覺得是會玩得久的 還有真的有歸屬感的話 自然會投入更加多的金錢去做一個購買 雖然王者榮耀在游換的時間來計算 全國來計算是排第三 但如果你計算收入來計算 它就能夠排到第一 證明如果你說接下來 騰訊方面都能夠引入更多這一類型 比較複雜一點的遊戲的話 對它手遊的收入來說 都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好啊 其實看回一些手機遊戲 最重要的不是去年出了多少隻 而是為了他們帶來多少的收入 我們都可以再看多一點的資料 就是微信 發佈的手機遊戲數目 15至16年 其實你看到16年的發佈數量 就不是很多 24隻 Toto比起15年來講 就是少了 少了一點的 但是收入上面來說 都仍然有得升 換言之 是不是都可以說消費者 現在更加願意去給錢玩這些遊戲呢 是的 現在你說內地的手機遊戲 推出的量是相當多 還有推出的時間都相當快 可能一個月裡面 都有很多的開發商 就推出新遊戲出來的 但是你說在這麼多的新遊戲裡面 哪一隻是受歡迎 哪一隻多人玩 哪一隻多人是願意給錢玩呢 其實就很在乎那個遊戲的質素 就不是說你越推得多 就必定是越好 必定是越賺錢的 那你見到騰訊 去年來講 其實推遊戲的數目 不算太多 但是就叫做是比較正 或者剛剛提過有個別的遊戲來講 都是相當受歡迎 有很多的累積玩家之餘 那些玩家也肯給錢玩 那在今年我也覺得都不會例外的 那它第一季去推的量都叫做多了 就是單一季都預期去推到九隻新遊戲 那當中都牽涉到一些叫做角色扮演的遊戲 那例如就是千劍奇入轉Online 或者天龍八步這一類 都是屬於一些叫IP Game 就是拿了一些專有版權之後 那將一些小說 或者將一些動畫 就改編成為一隻的遊戲 那這類遊戲通常在大陸來講 是相當受歡迎的 因為有這一類的著名小說之下 都會令到他們的叫做力 或者叫賣的程度相對是比較高一些 那另外也是可以留意的 因為接下來呢 內地方面都會繼續推一些MOBA 就是剛剛提過 好像就說是王者榮耀這一類的遊戲 那我都相信騰訊 在一個這麼強的試占率下 去拿到這類遊戲的代理權 那個機會都相對比較高一些 那換言之就說 今年除了看他推的遊戲數目 會不會增加之外呢 也都要留意把焦點放在 究竟推哪些類型的遊戲為主的 好的明白了 那除了看手機遊戲的收入之後 另外都有一些網絡廣告收入 究竟可否延續高速的增長 在圖表上面可以看到 藍色的就是總廣告收入 去年網絡廣告收入 升了5乘4 去到270億元 而且看到紅色線的廣告收入 對於總收入的佔比 其實都越來越升了上去 2012年只有7.7% 去到2016年去到17.82 預計明年去到18.7% 是否都可以繼續延續高速增長呢 是的 網絡廣告這件事 都屬於內地現在的品牌商 又或者一些公司 在廣告來說 是一個很主要的媒體 因為你算回內地來說 那個是移動的平台 其實就不是說很多 主要都是微信 基本上都是全國性 有一個壟斷的優勢 如果你說內地的一些品牌商 甚至乎一些國際的 可能知名的品牌 打算投放廣告 他們除了你說考慮在電視那裡下 或者雜誌那裡下之外 其實現在一個很大的平台 就是微信 因為始終微信的用戶人數這麼高 以及每一個人 每一日用微信的時間有這麼長 自然在微信下廣告的效益 會自然增加 你看回就說在微信的貢獻底下 都見到集團的網絡廣告 這幾年的收入增幅 就不斷地上升 那你說比例現在去到大概18% 算不算高呢 如果你說比較外國一些社交平台 例如說Facebook來講 基本上都是有超過八成以上的收入 就是來自廣告 變相就說現在微信方面 都只有大概兩成左右的廣告收入 理論上 所以接下來還會有一個很大的上升空間 嗯 好 明白 接著要再看網絡廣告收入其他競爭對手 究竟表現是如何 都要看回其他三大網絡視頻的能量市佔率 究竟是如何 排行第一不是騰訊的 是外企2PPS 而綠色線就是1號土豆 而紅色線就是騰訊的 騰訊之前就是16年的時候 都叫做跑輸了其餘兩家 叫做今年 或者是去年年尾才開始跑贏 這個勢頭可否持續呢 始終如果比較外企偽 即是百度旗下一間視頻公司 和1號土豆 即是阿里巴巴旗下這一間視頻公司 始終騰訊視頻在歷史方面都比較短 都是最近這五六年才開始投入廣告 才開始去主力發展視頻業務 所以你說這個市佔率上面有些劣勢 就絕對不出奇 但是我們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單計一個移動視頻 就是拿著手機來看電影 或者看那些視頻來講 計那個瀏覽的量 或者是瀏覽的用家來講 騰訊旗下的微信視頻 反而是屬於全國第一的 因為始終它多了一個微信的平台 使它移動業務相對做得比較好些 當然如果你說計算電腦那部份的視頻 當然愛奇藝或者1號土豆 都還是有個優勢 但是我們看回市佔率的走勢來講 就見到騰訊其實在最近這兩年 經過很多廣告上面的投入 或者經過很多內容上面的增加 都令到市佔率就不斷提升 之前見到騰訊方面 都是除了引入一些外國的電視劇 或者電影之外 也都拿到一些獨家轉播權 例如說內地要看NBA 都是說騰訊視頻制首選 另外說最近這一兩年 也是自己投入一些成本 去自己拍一些電視劇 製作一些綜藝節目 這一部份也可以吸引到不少的觀眾 所以我也相信這個市佔率的排名 暫時來說 雖然騰訊都只是第二第三之間 但是根據過去這一兩年的趨勢來講 我也相信騰訊的市佔率 進一步上升 都應該不是太大的難度 另外就要看微信用家 每月使用時間的總數 其實在圖表上面見到 那個變化又不是很大 其實沒有什麼增長的空間 這個微信用家的時間總數 其實就是過去那一年 每一個月的比較 你看回去年一月份 即去年年初 總用戶的時間 都是130多億的小時 這個就是這麼多用戶 一起玩微信的小時的數目 你說去到今年一月份 就已經升到接近 是180這一個小時 即比起去年來講 平均的升幅都有成是一成多 那麼你計算 如果你說平均使用時間 是185億的小時的話 你計算現在微信用戶的總數 大概是9億 那麼平均每一個用家 每一個月用微信的時間 大概是21小時 那麼這一部分也是相當之厲害 那麼如果你說見到現時 就是內地方面 這麼多人用微信 特別就是朋友圈方面 都越來越普及了 那麼我們都看到有很多的廣告商 都是借朋友圈這個平台 來投放的廣告 那麼還有微信 也都是做了一個 Official Account 例如說好像Facebook公眾帳戶 這一類的功能 就給一些明星 或者給一些公司 就開自己的一些專業 如果你說要開這個專業 本身是要付錢 又或者你要推廣專業 想多些人見到的話 也都要額外去到付費 那麼由於這一部分的用戶 越來越多的關係 那麼令到 就說集團的效果 廣告的收入 去年來講 按年的升幅 都有成是八成多 那麼多 好啊非常之厲害的 這個用戶時數 那麼最後一點 就是那些新業務的發展潛力 究竟是如何 其實呢 過往來講 騰訊都非常之 就是除了發展原有的業務 都百足這麼多爪 去發展一些新的業務 去年有都聽過一些 叫微信支付 運服務 和人工智能 究竟接下來的增長動力 或者他們的營運 營運狀況又是如何 如果你說計這些新業務 當然在頭頭那幾年去搞 就一定很難說這麼快有錢賺的 因為要付出那個的成本 或者那個CAPEX 都仍然相當之高 但是你好像看回微信支付做的例子 講到它運動了兩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現時那個用戶 就是活躍用戶人數 都去到六億這麼多 那麼市佔率 如果你計一個 Online Payment 或者移動支付業務來計 都屬於全國來講 排到第二 當然比起第一位的 阿里巴巴支付寶來講 都還差一點 但是不要忘記 就說支付綁分了十幾年的 但是微信支付 都是最近這兩三年才流行 現在講的微信支付的市佔率 已經是升到接近四成 都已經是相當之了不起 如果你說 當用戶人數越來越大 整個規模做了經濟優勢的時候 我都相信那個無利率 都可以有個改善空間 另外就是雲服務這一部分 也都是不斷擴張著的 除了你說現在香港 多倫多 還有內地 新加坡這個有個數據中心之外 今年上半年 接下來都說會額外 在十一個全球不同的地方 都會開多一些海外服務的捷點 希望雲服務所覆蓋的範圍 或者可以處理的data的量 就會是更加大的 至於人工智能就是剛剛說 今天最新的新聞 就去入股了Tesla 5%之後 大家都有個寄望 就說接下來公司和Tesla之間 會不會有更加多的合作去搞呢 例如說電動車方面的範圍 又或者一些叫做自動駕駛 無人駕駛這一方面的技術 現在外國都叫做慢慢流行的 但是內地來說還是很陌生 如果你說接下來 真的要去到踏足這一部分的業務 拍著一個大碼頭 或者拍著一個國際那麼出名 搞這一類功能的一些公司 自然都有一個優勢 我都相信這一部分的新業務 在往後的十年都能夠為騰訊 繼續提供一個盈利增長的動力 好啊 既然說到騰訊 有這麼高的增長動力 還有這麼多的利好因素的時候 會不會都有些利膽因素需要注意呢 利膽因素我們都要留意幾件事 包括剛剛都提到 在一個成本控制上面 都無可避免地一定有一個增加的 包括說一些推廣費用 請人方面的行政費用 甚至乎要買一些內容 或者要買一些代理權回來的那個費用 接下來都還是會增加的 所以你說集團在那個利潤率上面 進一步下跌的 應該都不會說太大的一個出入的 但問題是你說這一部分利潤的下跌 會不會說對於業績會有很大的影響呢 我覺得是未必的 另外傳統一些網頁遊戲 剛剛提過電腦遊戲方面的增長 一定是會放緩的 這一部分我相信市場來說 都不會當作一個重點去看 至於估值來計 現時計算16年的歷史PE 都有40多倍 當然就不算是便宜的了 很明白了 究竟最後那個投資建議 應該是放在什麼位置 今早早見到它破了頂 上市新高230.2 現在做227.2 怎樣去部署呢 騰訊見到今早做高開之後 暫時有些回吐 或者見到升幅都不斷收窄 但是我覺得你說這一陣去匯 都不會說匯得太多 希望落到225元左右 就可以去到買回去 至於上網的目標 仍然維持在250元 好明白了 麻煩Jason 今天詳盡分析這隻騰訊控股 講的這隻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 今天的每隻股股才來到這裡